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21号 今天是冬至哦 该是吃汤圆的时候 今天呢来讲一讲这个Lite Ad有趣的地方 那怎么样有趣呢 给你看一下我这个后台 在2015年的元月的时候 1月的时候我开始使用Lite Ad 开始申请Lite Ad 然后开始用 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的时间呢 大概在前一年半 我的这个Lite Ad增加的速度还蛮快的 就是这个有效好友 我现在讲都是有效好友 增加速度还蛮快的 有效好友就是 加我的人 扣掉删除我的人 封锁删除我的人 就是剩下来的人 那今天呢2016年10月21号 你看目前有效好友数是5个 然后呢 昨天的有效好友数是-3 就代表加我的有5个 可是呢封锁我的有8个 好然后在前一天呢 加我的有3个 封锁我的有5个 所以呢是-2 等于是负成长 那有效好友数代表什么 就是我群发讯息的时候 可以收到的人数 就是有效好友的数量 那为什么给你看这个呢 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这个 好友数越多 就是名单数量越多越好 那从半年前开始 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这个LINE8的成长速度变得很慢 之前我大概一个月就会进来 大概300到400个有效好友 三四百个有效好友 那等于说这半年来 我的好友增加的幅度 大概一天了不起 只有一个两个 你看这边有的正的 有的是正一 有的是负的 所以这半年来 从7000人以上 到现在还没有突破8000人 以前大概三四个月 就会突破8000人 在没有打广告的状况下 因为我大概这四个 三四个月完全没有打广告 完全没有打付费广告 免费的就没办法计算 免费的 譬如说我在YouTube上面 剖影片 或者是写ブlog 或者是在其他社群媒体 Facebook上面刊登 那些进来的 的这个有效好友 我就暂时不要算 我讲的是付费的广告 我是一毛钱都没有去打 大概这三四个月来 可是它还是持续增加 只是说增加幅度比较慢 但是呢 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 这个我没有讲的话 应该没有人知道 有趣的是 我的每个月的 报名的学生人数没有减少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 这半年来 那我就去分析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效好友数照理说 应该要越多 然后报名的人才会持续嘛 那当然也不能奢求说 有效好友数越多 报名的人数就越多 没办法去奢求这件事 因为毕竟人数是每个月 譬如说假设是每个月增加100个人 那之前的人 可能持续关注 牛奶爸的八点档一段时间的人 他可能会报名我的课程 可是有很多新进的人 新进来的人呢 他刚开始是不熟悉的 所以他不可能报我的课程 因为我的课程 我目前是没有推低价的课程 我的课程都是6万以上 所以要一开始认识我的人 就报名这种 这种比较高单价的课程 其实是不容易的 那我也一直在观察说 那到底这代表什么意义 你看这一个月以来 11月22号7711 到现在一个月以来 7802 是不是有够少 7711 7802-7711 你看这一个月 才增加91个 以前一个月都有300个 400个 所以其实增加幅度 还蛮慢的 所以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那为什么这半年来 增加的幅度这么慢 可是报名的人并没有减少 而且上个月报名的人数 还超过 超过我的限制10个人 然后想出的唯一的理由 就是这样子 我就暂时不去管 这个有效好友数 我只管这个好友数 就是说 譬如说今天加我的有7个 加我的有5个 加我的有3个 加我的有9个 加我的有5个 加我的16个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天这么多 可能刚好搜寻情被找到很多 9个 13个 13个 OK 那 我那时候想到一个原因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今天加我的这7个人 加我的这5个人 加我的这3个人 跟这些封锁这些人是可能重叠性非常低 也就是说 加我的这7个人 搞不好有6个人 对我的东西真的非常有兴趣 然后封锁我的这2个人 可能不是在这7个人之中 也许是之前旧的 旧的粉丝 旧的好友 那他们观察一段时间 发现我的讯息对他们来说没有兴趣 那他们才封锁我 所以我后来就只看这个 每天增加人数 每天增加人数 后来就发现 这个每天增加人数跟我的业绩 还蛮吻合的 还蛮吻合的 就是说 这些每天都有新的人进来 虽然说有人删除 但是呢 这些删除的人 关键在于 这些删除封锁我的人呢 他不是我的目标客户 他不是我的目标客户 所以他终究会删除 而这些新加入的人呢 新加入的人呢 其中一定有某一部分的人呢 是针对我的课程 是有兴趣的 所以他之后就持续选择留下来 所以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 之前每个月会增加三四百人 那时候也没有 我其实很少去打付费广告 我都是写文章啊 发YouTube比较多 然后 在这半年来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就成长这么慢 那以前为什么成长那么快 我搞不懂 但是我就持续观察 这个新增的人 然后 这样想一想 因为这边有持续在增加 有持续在进新的粉丝 然后呢 业绩没有掉下来 业绩没有掉下来 反而还有升高的趋势 然后 有效好友变得很慢 这代表什么 哎呦 去无存经 就是越来越精准的 这些人越来越精准 等于说 会留下来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对 八点档发送的讯息 是有兴趣的 所以他们选择留下来 所以呢 我后来就 本来看到这个增加 有效好友增加很慢 我觉得还蛮担心的 后来 这半年下来的观察 我发现 不用担心 这七八千个人 就是对八点档的兴趣 八点档的资讯是有兴趣的 所以他们就 选择就留下来了 好 所以呢 结论就是 根据这半年来的观察 我觉得 不用太担心 这个 有效好友数 而是 到底有没有新增的人数 到底有没有新进来的人数 因为旧的有效好友 他如果真的没有兴趣 他最后还是会退订 最后还是会封锁 解除好友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新的人进来的话 你等于没有活水 他有新的人进来 有旧的人退出 有新的人进来 有旧的人退出 但是呢 一直维持在正向发展就好了 等于说你的有效好友数 他还是会正成长 虽然比较缓慢 但是至少他会正成长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像我一样持续每天在po文章的话 那效果不太可能像我这样可以持续有正成长 那你就必须要花点心思就去打广告 花点钱去打付费广告 可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在打广告之前你一定要有content 就是你至少要有部落格满满的文章 或者是你的官方网站要满满的资料让人家可以看 不要说你就纯粹就只有一个网页 然后就一直去打广告 这样信任感建立不起来 那如果说他今天你今天他今天第一次接触到你的广告 看到你的讯息 然后点击之后他一定会去看什么 看你的网页的资料啊 假设你这个东西单价越高 他就会看得越仔细 但是他如果发现你的网页就只有一页 哇哦 那甚至再厉害一点的人啊 有有sense的人他再去查你的网址 他发现你的网址是免费的 第一个或者是你的网址是专属的网址 但是呢你才购买了不到几个月 甚至不到几个礼拜 哇像我自己去买别的东西 我一定会去看他的网站网页 然后甚至去搜寻他的那个网址的申请时间 我去确认一下他这个网站开张多久 因为有很多诈骗都是去申请一个网址 开一个网站 然后没多久钱收一收就跑掉了 网站就不见了 所以你要给客户信任感就是你至少在台湾啊 如果以大陆的话我不敢讲 因为大陆现在人都用微信 甚至连网站都不用了 但是大陆以外的国家 你没有网站还是很吃亏的 那给你参考一下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我那时候也蛮担心说 那个粉丝数增长那么慢 那会不会业绩又掉下来 发现不会好奇怪 所以我才去分析一下 我发现这边每天都有正成长 每天都有正成长 那扣掉一些没有兴趣的人 他没有兴趣的人走掉是好事啊 他因为LINE ATT他目前是2万个有效好友以内收798块嘛 所以没有没有效的人就尽量封锁这是最好的 你不要说2万个有效好友里面结果1万个是没有效的 没有用的没有兴趣的 那他又不封锁你 那你就浪费了这个有效好友的数量 这是蛮关键的一个重点 所以有效好友在2万人以下 没有讯息发送的限制 像那个微信的公众号 他还有限制 他没有限制人数 但是他有限制发放的次数 像订阅号一天只能发一折 然后服务号一个月只能发四折 但是LINE ATT目前没有发送折数的限制 你要发几折都没关系 但是他是限制人数 所以798块的话是2万个人有效好友以内 那其实2万人一个月花798块 可以触及2万个名单 那2万个是保证抵达 讯息保证抵达 那能不能开启 那是要看你的那个个人的开头文案的标题 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OK好 那今天就先跟你分享到这边 所以你用心的去维持一个跟客户联系的沟通管道 比如说LINE ATT它就是一个沟通管道 对补充说明 我这半年也没有发什么电子报 email 没有发get response的email 这半年来也没有什么在发 我每个每次的那个报名通知都是用这个LINE ATT去群发的 所以供你做参考 OK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八点档再见 拜拜